9月8日,广东东莞遭遇强降雨天气,多个阵阶发生内涝 据《新京报》报道,虎门博冲社区一辆汽车在水中自燃 随后消防赶到救援 博冲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火灾已撲灭,无人员伤亡 由道路隧道被淹没,几乎成了河流 部分路段积水到胸口,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 7时30分,东莞20个阵阶暴雨红色预警继续生效中 虎门、后阶等阵中小学、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停课